什么条件 让你姐嫁给我呗 什么 让你姐嫁给我呀 你有病吗 李大伟 你神经病啊 你开什么玩笑啊 什么自然的大伞 不是不是 不是 你 你生什么气啊 你急什么呀 我是说 我是说 我和你姐的那个关系上 你能不能帮个小忙 起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 不是 你跟我姐什么关系啊 帮你什么忙啊 什么推什么波助什么懒的 莫名其妙啊你 不是 我跟你姐 我喜欢你姐呀 你喜欢我姐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也得我姐喜欢你啊 不是 你姐喜不喜欢我 那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 你干你的事就行 你只要起到 你的那部分作用就行了 你帮我说说好话不行吗 你这种人我没好话说 不是 你 你怎么这样啊你啊 你 你跟说好话你能死吗 你不说话到你答应了 好 谢谢 那什么 我们俩接下来谈一下这钱的事 还真在这儿啊 怎么 你找我 不错啊 温室进度挺快的 你去过了 我必须得去啊 那可是你未来的嫁妆啊 我可不想带一个半成品回去 我刚去找你 孟晨说 你在这儿有可能背着我优惠 所以我特意来查查岗 大伟 别开玩笑了啊 这可是我 未来的小媳妇 是吧 小媳妇 大伟 你放开我 向总 你约我未来小媳妇 过来是不是在谈 绿化案的赔偿金问题啊 你们那么大的公司 就不能解决一下吗 天赞人祸嘛 谁也不想 不过 我会尽量想办法 小媳妇 你找我借钱的事 我这确实没钱 我现在全新上下 就剩一个三家店铺了 刚刚 我和刘晓宇盘算了一下 市值四百二十万 你先拿着 我能做的就这些了 不过啊 这得算以后我的聘礼 你说什么呢 我只不过 不想第一个聚集的人是你 好 我会给你写借条的 不用 我信得过你 可是我信不过你 那好 你就这么写啊 你说 今日收到李大为先生三家店铺 作为孟昕女士抵债费用 若今后孟昕女士无力偿还 你就得以身相许 外加把孟晨也带上了 他可以陪我在家里 逗逗闷子也挺好的 是吧 李大为 你别太过分了 你发脾气的样子 特别像我小时候认识的一个人 你又想说什么 你还别说真是很像 像我以前失散的一个妹妹 我一身才也不认识的 大为 其实孟昕他 江总 你说那女孩要是没死的话 是不是应该有孟昕这么达 大为 如果说你的妹妹站在你的面前的话 你会认识他吗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我走了 对了 江总 孟昕是我小媳妇 不许打来主意啊 三次 三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服务员 服务员 小姐 欢迎光临 你好 有什么需要服务的 有什么需要吗 这店里就你一个人啊 废话大人了 你们老板呢 老板 老板 不知道啊 我放了鸽子 好了 没事儿 我先这边看看 这是男装 我给我爸买衣服呀 好的 这边请 小姐 这几套衣服呢 都是我们这几年 最流行的新款 你看 这个衬衫 你爸有多大岁数 五十多岁 那这一件算了 你看这些黑的吧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多要啦 除了这几年不要 上下的都打包 哇塞 太大放了 好 这几年吗 对 稍等啊 好 小姐 你的衣服已经打包好了 欢迎一下子光临 你怎么卖东西的啊 我还没给钱呢 对啊 你别着急嘛 我现在就问你要钱 连信金还是刷卡 这多少钱 你看着给吧 看着给 什么叫看着给啊 你猜多少钱 五万 哇塞 你太聪明了 就是五万 刷卡 好 我忘了 我们刷卡机坏了 要不你现金吧好不好 我没带那么多现金 没关系 你有多少给多少 就六百 六百够了 拿走吧 这差得也太多了吧 你不怕被老板骂啊 我们老板说了 但凡是遇到女顾客 又长得很漂亮的 我们一律打一折 我还多收了呢 来来 拿走拿走拿走 真的呀 没关系 走吧 赶紧走 那好吧 欢迎下次光临 那我下次再来刷给你吧 没事没事 拜拜 拜拜 没关系 没关系 快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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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